哥 我觉得你现在 就像一只苍蝇一样 每天在我身边 嗡嗡嗡地飞 你去吃吧 我不吃了 不想说 我也不想逼你 而且不管你们之间 发生了什么 都是大不对 是不是 哥 妈 我自己来吧 您也多吃点 多吃一点 马上搬出去住了 在外面可尝不到这样的 好手艺 我的房子就在市区 你说得好像 我要出国留学了似的 那在家住啊 家里这么大 又不住不下你一个人 行了 安生长大了 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 这是好事 你这是干吗呀 对了 爸 安心还特意嘱咐我回来陪您呢 他其实心里一直记挂着你 他记挂着我 他不惹我生气 我就谢天谢地 不好好一场生日宴会 被他绞成那个样子 当着那么多人丢他脸 爸 安心他也不是无意 哥 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吃一顿饭 你怎么三句两句 离不开安心他 安心也是 少说话多吃菜 快 就是对不起我妈 从今天开始 你跟顾他们有任何关系 拿着你的东西 滚出去 快 来 师傅 这边都打包好了啊 来来来 把这边搬出去 好嘞 好嘞 慢点啊 小心别磕着碰着啊 好嘞 来来来